所以六道是迷惑才形成 觉悟哪来的有六道 我们在佛法中还看到另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供业当中有别业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灾难 但是唯独某几个个别的人他可以免除 您能教导一下大家这个方法吗 这一些别业的都是善人 善人 心善 对 心善 而且有很多的里头有一部分 是累积的善 过去僧众修的善 他有善意 绝定是善 他善与善有感应 念佛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 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 就是这一世再加上学佛 那善就更大 不错 就是别人有这种灾难 我可能我们家人就幸免于难 不错 很多人真的是因为他刚刚接触 他会半信半疑 这是真的吗 真的能让我们没灾难吗 因为很多灾难 尤其地震之后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两类人 第一类是什么呢 看来钱不管用 这个灾难一来 我是说没了就没了 不错 所以他呢 这类人是什么心态呢 我能多吃喝玩乐 我就赶紧享受啊 要不然说死就死啊 这是一类人 还有一类人他发现呢 钱不管用 我还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 能让我们家人活下去 将来碰到灾难没事 对这两类人 您都有什么样的教导呢 这个中国 我们祖传的教诲 就是将你报平安 就是将你化解灾难 你只要能信 所以信心决定一切 你看山西小略 为什么他这个病能够复原 未必信心 这个事情 我过记得我在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 有一次感冒 我就看个医生 医生也是中国人 我跟他谈得很有缘 我告诉这个医生 我说病人病好的 不是你医生治好的 他很奇怪 这种不是治好的 我说真的不是治好的 你给他治病是个语言 真正的因是信心 这个病人对你有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 对你的处方药物有信心 药到病处 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怀疑 对你的药有怀疑 那个药吃的时候不会成熟 他确实说他有道理 他也承认 他确实有道理 他确实有道理 你医生的时候对病人没有信心 你治不好他的病 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 也治不好病 那您说到最后还是心 没错啊 谁把你治好的 你自己治好的 像善气消炎 非明显的例子 在佛法里面信心决定一切 那您说善心不可思议 信心也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善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相信善 有善口 我有我报 你能够断我修善 什么灾难都没有 那这些经济风暴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因为经济风暴是个假的 这不是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呢 真的 真的是你的修集 吉功累德是真的 你说我们的祖宗 佛陀 教给我 怎么发财啊 这是最初 我刚刚入佛门 是26岁 张家大使教给我 因为他看到我什么 他们这些老人都很像 张家大使大我39岁 祖父辈的了 我那个时候26岁 他65岁 祖父辈 他很喜欢我 那么看到我呢 命很苦 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母亲过去 给我算过命 命里头没有财库 就财库空空的 没有财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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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一生没有钱的 命里头没有观音 就是无论干什么 你都做不能做领导人 就是个村长也没份 你只能说帮助别人 是吧 你就做不了主观 在命里头没有观音 而且短命 算我的寿命的时候 只有45岁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寿命 只有45岁 是我家里已经三代了 我的祖父 45岁 我的父父 45岁 我的父亲 45岁 所以我那时候想 可能是遗传的关系 所以我对这个完全相信 张安家大使教给我 改造命运的方法 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库吗 就教我 你过去生中 没有修才不是 没送过钱 对对对 没有布施给人 或事业给人 所以你这次没有个国报 没有财富的国报 教我修 我那时候真生活很困难 哪有钱 自己过日子的 都问题都成问题了 哪有钱的布施 张安家大使告诉我 一毛钱有没有 一毛钱 一块也勉强 你就从一块一毛开始 那怎么布施呢 那时候因为刚刚修佛 有的时候到寺庙去 看到寺庙有放生病 拿到本子来捐钱 我就捐个一毛两毛 看到有的时候 布施医药的 贫穷人生病 没有医药 凑一点医药费给他 我就送个一块五毛 就从这儿做起 以后真的越是越多 你看现在他真做梦都想不到 我能够布施一万套大赞金 这哪里能想到的 每一套是两千多册吧 大赞金没有 大赞金一套的时候是120册 120册 120多万册 对就是这样 那是想不到的事情 您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一次捐款就三千多万 很多人奇怪 这老人家哪来 这么多钱 我的钱不晓得从哪来的 来了就布施掉 需要就有吗 需要就有 真的是 要多少就有多少 他也不会多给你 也不会少给你 所以我就有了信心 越是越多 越多越是 你可不要留 急财上到 财不可以急 像水一样 水要让他做活水 流动 你堵到不留 他就变成死水 死水将来变成臭水沟 那就错了 所以有财 你看需要用地方 尽管要让他用 那您知道 现在经济学家讲 要储存这个外汇储备 要把钱大量的存起来 存到最后 美金变成一文不值 全丢掉了 你为什么不拿这个钱的时候 去救济这些苦难人的时候 那叫不胜恩惠 那你那个钱财永远存在 其实这个中国古人 早就教我们了 多藏必后皇 对是啊 但是经济学家说 那个 多藏会 今天那个经济学家 就是多藏后王 总有一天 美金变成废纸 一文不值 为什么呢 美金今天存在在全世界 靠什么 靠大家对他相信 信心 他有没有世界东西 拼命在印 拼命在印 因为大家相信他 就那个信心 这个信心产生危机 他一文不值 他后头没有东西 美国这个 我住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已经花到第四代了 把子孙后代 对对对 已经花到第四代了 这怎么得了啊 我们中国人是神吃坚油 留一点给子孙的 他把子孙的花光 那不是缺德吗 用中国话讲 是缺德 谁能讲不能住啊 我在那里住了几年了解 我都劝中国人呢 赶紧回国 我一帮不入 对是啊 我一帮不入啊 就这样 他就问我 他说那你为什么到这来 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我说我到这来 我就是想回老家 回老家 我说到美国了 就从美国架个桥回去 为什么呢 那中国人相信外国吗 那我从外国回来的时候 他们对我就相信了 如果我没有到外国 他对我就不相信了 这是方便 对啊 所以我来是架桥回国的 目的地还是在老家 我不是来到美国来定居的 我没这个意思 您架这个桥在美国待了十 在十几年 我是跟美国布施介发员 从美国跟加拿大 每一个城市 我住在那边 每一年的时候 一定都要就赚一些 十几个城市 实际上多藏后王 也是个原理 那是真理 决定不可以 你有法 法要不实 法不不实的时候 那就更确定 那确确实实 你有好东西 比如说你是EC大夫 你有秘方 你不传人 你就断绿 这个在中国五轮八德里边 这个先人 比如做父母的 一定是爱子女的 对 这是正常的人轮 不错 如果做父母的 把孙子的钱 从孙子的钱都花光了 破坏人论 这是不道德 在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所以外国他没有能力道德的教育 外国人在过去还不错 相信上帝 现在科学技术也发达了 人登陆月球了 到太空就万全了 探险了 大家对上帝不相信 人是上帝了 对 不是 他上帝已经死亡了 对 没有上帝了 所以在 我住在美国的期间 美国十十多多的教堂 插牌子再买 那为什么呢 没有信徒了 大家不去了 他就卖这个产业了 大家对这些善的教育 世界各地 都不再相信 没有信心了 他对钱有信心了 对 不错 这一次经济危机 让他反省一下 钱也不是真的 而且有巨大的灾难 对 一天之后 你亿万财产 一夜之后 可能变成穷光暖一个 钱不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你德心是真的 你正有德心 无论在哪个灾难 你到哪里去 都有人爱护你 都有人照顾你 你一点都不操心 您老人家是亲政啊 是啊 一分钱都没有 走到什么地方 都有人照顾 都有人供养 我也不要读 我只接受 这佛教我们 四次供养 穿的衣服 饮食 卧居 就是接待在住的这个地方 钱不要 所以任何地方 供养我的钱 这个红包 我一定是原封不动 交给他们常住 赠送给他们到场 在中国过去 每到大灾难的时候 高僧大德们都会 发起护国细载法会 比如说像抗战的时候 印光大师发起来 护国细载法会 那么 这些护国 这个上面呢 护国细载法会上呢 这些大德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希望大众们呢 不要吃肉 您这次讲的也